身体不是我 那是什么 我所有的 像衣服 这个衣服是我所有的 我不承认衣服是我 同样一个道理 身体是我所有的 不是我 为什么 我 不生不灭 身体是什么 我是不生不灭 身体死了 不等于我死了我没死 这个道理要懂啊 那么中国民间叫灵魂 西藏也叫灵魂 人身体死了 灵魂在啊 灵魂还有变化 所以灵魂也不是真的 真的生活是什么 真正的生活 灵性 灵魂不灭 灵魂不灭 啊 那真的灵 灵魂不灵 灵魂迷惑颠倒啊 他要灵 他怎么到六道去投胎呢 他不会啊 他不会啊 尤其是六道里的三我道 决定不会去的 灵魂颠倒才去的 所以魂应该叫迷魂 啊 他不迷灵了 那就好了 灵 自己就能做得了主啊 谁叫灵性 啊 灵性 自己做主 这个性 明心尽性 啊 这是真正灵魂 有四德 长路莫尽 灵性有四德啊 长不生不灭 弱 永远没有苦啊 灵究尽苦啊 德究尽弱啊 我 我是做主宰啊 自己能做得了主啊 我们生自己做不了主啊 我们念头也做不了主啊 念头是妄信的 不是真心的啊 啊 谁自己能做主 莫合有个字 敬 清清 你看 慧能达四 开悟的就是 何其自信 本自清净 啊 没有任务 这是真火 那说佛 说佛的目的 在哪里 为什么要修佛 修佛 修佛就是把真我 找回来 把假我放下 这真修佛 啊 那么由此可止 修佛的人很多 真修佛的人不多 啊 为什么 他还是执着有个我 把假我当做真我 这不是修佛 不是修佛 叫什么呢 李老师 李老师有一句话说 这消遣 没事干 啊 拉着佛法来消遣 这是李老师说的 消遣佛法 得无比殊胜的利益 啊 圣经你帮佛 你帮佛 你帮佛当然有罪 啊 啊 多乐者三我道 可是 那个佛 你帮佛 那个佛字 那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你的罪业 报完之后 这个佛字 他先前来了 他能帮助你 做姻缘 你有缘分 接触到佛法 有缘分 幸福 啊 结 经义 依教修行 将来正苦 这些事 我们都要知道 都要搞清楚 都要搞明白 A Ni Tho F A Ni Tho F 嗨 F M I 一頭髮